霍灰让我挑战特种蛋地图 没想到居然是老六图啊 霍灰今天给我推荐了一张地图 说通过这张地图就承认我也是技术主播 那我高低不得试试 地图名字叫做不一样的特种蛋 通关率45% 这么高通关率的地图也能叫特种蛋地图 标签却是炫技静速 我看看怎么回事 大胆往前走 这前面也没路啊 我才不听你的 试试旁边能不能跳上去 卧槽 这路怎么回事 这什么特种蛋地图啊 明明是老六地图 霍灰这个家伙不会是坑我吧 这第一关就这么多坑 第二关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还会自己动 吓死我了 等我出去我要把霍灰打成肉饼 吓死我了 这地板又自己动 这个破地板 一个转身差点把我甩下去 哦我懂了 这个地图就是要按照坐着说的做 大胆往前跳 好就听坐着的 我跳我再跳 我 哎呀我走我要回家 这坐着也不靠谱啊 不是说好了让我大胆往前跳吗 怎么还是被打了 害得我还得再来一次 看来也不能完全听坐着的 这里的计时地板 只要在变红的时候起跳就可以了 难不倒我先想 传送门就在眼前了 哎这怎么进不去啊 什么回事 原来传送门要走后面 坐着你这个箭头标志 能不能再明显一点啊 这里走直线 行行我也是能轻松打捏 哎呀你们什么都没看见 刚才我网卡了 这里我们垫箱子上去 又是走直线 嘿一遍过 我就说我能轻松打捏吧 这怎么还有自动地图在里面 这个地图坐着还真是什么都会一点 接下来是跳销毁 经过行行我的多次尝试 已经知道这销毁的规律了 给大家表演一下 是不是很简单 这个水母勾爪也是很简单 过来之后给我一顿乱弹 然后又是这个会动的地板 我到底是该跳还是不跳啊 这种半自动地图真吓人啊 接下来这些简单的道具训练 可千万别给我整什么幺蛾子 先是计时地板扔传送球 然后是勾着二连跳 都是比较基础的道具使用 但咱们应该都可以轻松通过吧 这里的电箱子 越来越有种特种弹地图的感觉了 就是坐着人还挺好的 这些箱子的距离特别紧 还有侧边电箱子 中间的距离也比较短 很轻松就通过了 看在坐着还有点良心的份上 就原谅这个坐着 又是这种突然出现吓我一跳 原谅不了一点啊 接下来的关卡都不怎么难了 但是我依然不喜欢这种 老师突然自己动的地方 这里空中盘板想必大家也都会 接下来的电箱加勾转 只能说有点难度 但是不多 这里跳起来进风圈过销毁 接下来就是整张地图最难的关卡 小台阶 虽然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老六坐着的设计到处卡视野 好久才顺利通过 上来之后有坐着这个小无人机 那我们就开着他的小无人机过关吧 我要去找灰灰算账 吓死我了 居然让我玩这种可怕的地图 今天正在兔土上悠闲的玩耍 突然看到一只隔宝迎面向我走来 这个隔宝我怎么越看越奇怪 狗熊领大黑猪 狗熊领大黑猪 这灰灰怎么回事 看看他要干什么 哦 我亲爱的好规规 几日不见甚是想念啊 规规 熊宝 你这是干什么呀 怎么舍得打我呀 好你个灰灰 几天没揍你 你这是要上天啊 说为什么要假扮我家隔宝 想干嘛 你怎么知道我是灰灰 我这身装扮换得不像吗 这你就没想到了吧 我昨天露素材的时候 打开名声显示 忘记关了 今天刚好就抓到你 还想假扮隔宝来骗我 卧槽 这么巧 说为什么要假扮隔宝 想干什么坏事 说什么呢 我能干什么坏事 都是为了完成粉丝挑战 让我假扮小哥来你 哪知道这还没开始 就挑战失败了 原来如此 刚好我现在没事干 就烦你带我打巅峰 还必须要吃鸡 啊 熊宝 我这会刚好还有点小事情 我们下次再玩吧 还敢跑 要是今天不带我吃鸡 晚上这家门 你就别进来了 有什么事能比带我家 熊宝打巅峰重要呢 别的是再说吧 熊宝我们走 快快快跑 我给你超级起步 带我吃鸡 包在我身上 灰灰果然厉害 我传送的快不快 确实快 再给你一个超级起步 要是拿不下记忆 今天就罚你在外面过夜 熊宝放心 你就看我的吧 一直是我给你超级起步 灰灰你终于可得抱我了呀 灰 灰灰我要杀了你 居然把我扔到墙上 我 我 我绝对绝对不是故意的 原来是保送我 但是把我扔墙上就是不行 这第一把就进全晒了 不会真的吃鸡了吧 怎么样 熊宝 我厉害吧 灰灰果然厉害 既然我这么厉害 第一把就带你吃鸡了 是不是要奖励我呀 那好吧 就奖励你 奖励你再带我吃一把鸡 最好带我上凤凰大 熊宝 我这会是真的有事了 今天晚上就不回来了 这灰灰 跑得可真快啊 醒醒最近发现 有些粉丰给主播发来私信中有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加了主播好友又把我删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 但是涉及的事情又特别的多 所以醒醒决定 针对这个问题专门的出一期视频 希望更多的粉丰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首先 主播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清理一次好友 这个也不能怪主播们 因为蛋仔的好友位置上限300个 可是很多人明明已经加到好友了 却还要用小号再加一遍 甚至有些粉丰时间半个月都没上线过 这里醒醒知道 因为粉丰很多都还在上学 没有办法经常登录蛋仔 但是主播们也是没有办法了 为了不让其他粉丰加不到好友 只能每过一段时间就清理一次 把好友位留给更多活跃的蛋仔们 接下来的一点很重要 这是醒醒今天在蛋仔岛上录素材的画面 本来只打算录一些很简单的动作 算下来也就几十秒吧 但是 这里醒醒也是在蛋仔里告诉了大家 我在录素材 希望粉丰们让一下 录完了再跟大家一起玩 但是 有些粉丰就很贴心 也帮我一起劝其他粉丰们 但是依然没有作用 希望粉丰们知道 每天的录素材是主播们做视频的过程中 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如果没有主播们想要的结果 就会影响到一整期视频 相信粉丰们也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 本来只需要几十秒的素材 中途不断的换倒 不停的由粉丰遮挡镜头 有些粉丰会抱着主播到处跑 甚至有些粉丰还会不断的扔技能 结果录制的时间长达几十分钟 甚至一个小时 主播们也是正常人 也会生气 这时候如果还有粉丰很过分 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对粉丰们进行一个短时间的屏蔽 然后再次换倒 主播们本来心情很好的 来到蛋仔岛鱼快的路素材 看到粉丰们来围观也很高兴 可是总有些蛋很过分 醒醒就想不明白了 很多蛋仔想加入主播所在的岛屿 一直挤不进来 有些蛋都已经跟主播在一起了 却不珍惜这次机会 甚至有些粉丰想尽一切办法 已经加到主播好友 自己却越来越过分 导致主播上了他好友 回过头来却质问主播为什么 如果这样的话 主播们也会很伤心的 还有些粉丰问 明明说好录完素材就一起玩 为什么主播们录完素材就下线了 主播们高高兴兴的来蛋仔岛玩 结果被小黑子们捣乱 心情越来越差 孩子们跟粉丰们一起玩 最后在这里希望大家相互转发这条视频 让更多的粉丰看到 这样以后主播们才能更好地带大家一起玩 谢谢 谢谢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